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的5月30号 星期四 美军为于解放军太空战争 做准备要抢占的终极制高点 美军现在他只要去发展 他只要要经费 找国会要军事经费 然后他都是说 我要这军费 我搞军 我要干什么 我都是为了要面对中共 他就是反正已经 完全全把解放军 当成自己未来一个假想敌了 你懂的意思吗 就是这样 他说这样 这华尔街日报本章 他说 俄罗斯的反卫星武器 和中国的武器卫星 两个不一样 俄罗斯是专门发展一种武器 来反卫星的 去专门打卫星的 中国是发展了一种卫星的 当武器去驶肉 能听明白了吧 所以俄罗斯叫反卫星武器 中国叫做武器卫星 听明白了吧 这两个到过来 其实是不一样的 好不好 接着说 他都促使美国 要保卫美国的太空利益 美军最新成立的太空军 正在为应对 与解放军的太空冲筒做准备 美国军方正寻求的一个 终极制高点 美国的国家防务公司 正在开发各种系统 包括可在轨道上 追逐其他卫星的卫星 就说我在这轨道上 然后我把我进入这轨道之后 我把我这轨道上 所有的其他国家卫星 全部干掉 这个就属于叫武器卫星 明白吗 就是说是一个武器化的卫星 我这个卫星本身就是个武器 你知道吗 那么以及针对可向太空传送信号的地面战的保护措施 正研究具有军事用途的技术 包括轨道舱传感器和卫星结构 所以其实美国在指着别人搞的这样 他搞的跟别人是一门一样的 而且比别人搞的还好 还猛 在这 那我要达到官员们 有一些不同寻常的举动 就是说现在越来越多的 与公开的方式来讨论的敌对国家 例如中国俄罗斯 用于太空战争的武器 以前来讲是避免谈这些东西的 但现在就百分 就告诉你 我们就为了干中国 就为了干俄罗斯 敌对 而公开说 那太空军最高作战指挥官 Chance Sosman将军 表示 他说中国的对手 中国作为美国的对手 每天都在试图限制美国 及美国的盟友进入了太空 直接就指着中国 太空军最高作战领袖 按理说一般来 是不会说 他会说我们敌对国家 不底面倒性 但是现在就公开的告诉你 就是骂到中国 就告诉你 Sosman在今年三月一次会议上说 他说我必须应对中国俄罗斯的威胁 以确保我们美国的生活方式 所依赖的太空能力 在未来仍然存在 因为我需要这种太空能力 才能维持我的阵容 就是说剥削别人的 金融殖民的这种事 不是 这才没说 看一下 有情况显示 俄罗斯在开发反卫星武器 就发一种武器 装置反卫星 把卫星打下来 美国大使 Robert Wood在联合国表示 说俄罗斯本月将一颗 具有潜在攻击能力的卫星 部署到了与美国政府 一颗卫星相同的轨道上 这是孙子憋着话要打我们了 拜登表示严重关切 与此同时 中国的一些卫星发射 也让美国越来越不安 克林姆林公指责 说美国太空在军事化 在把太空军事化 并称 并说呢 说美国 称俄罗斯在开发什么核 反卫星系统的报道 是无中生有 根本就没干 说你哪里就做借口 去找国会 要这个资金 然后你们再无戏化 然后平时说是我们 贼喊捉贼 那美国最新成立的太空军 已经加强了 对操控美国卫星 和预测对手 潜在攻击的这种训练 美国太空军呢 还制定了在太空中的应对 经过激光干扰器抓取器和核武器的方案 比如你用核武器打我的卫星 你用抓取器抓我的卫星 还进一步呢 备数天机武器和军事能力 在太空军最近的预算申请中啊 294亿美元的资金中的25% 将用于负责这个太空中的呢 这种空间对抗 这就是在太空中打仗中的 那这是一个呢 分两步走的过程 第一步呢 先是占据的制高点 他说这是千百年来啊 军事战术的基本原则 就是无论两军打仗的时候 那么我先占领一个呢 这个比如说这一个山顶 我占领山顶 占山顶之后呢 我看得清楚你在哪儿我要哪儿 然后呢 我怎么去调动部队 对不对 如果你在下午的话 你看不清楚 对不对 我能看得清楚 我了解这个情况 所以要有一个呢 就是说占一个呢 制高点 站个山顶 这还是这个地球呢 这个或者是地球呢 这个数千英里上空的这个轨道 如果失去这些眼睛的话 比如说你像这个五打仗的话 美国军事明天上 我就知道你下面来干什么了 对不对 那么如果失去这些眼睛 导弹防御系统呢 就会失明 而导弹防御系统 是过去65年来 核威胁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呢 是过动到呢 激度性更强的武器 就像地面冲突 从堡垒和城堡 最后呢 转向了坦克 喷气式飞机和导弹 这些武器呢 就会称为叫动态武器 可以更容易的进行操控 但是我要掌握制空权之后呢 我才将用这些东西 如果没有制空权的话 太空中呢 移动卫星需要呢 能源存储 需要在轨道上呢 补充燃料 许多武器公司呢 正开发 用来呢 移动卫星的这种太空拖船 在太空中来回来 比如说受到攻击岛 把它拉开一点 挪开一点 对不对 以及呢 带有呢 这种抓弊 或者其他机器人技术呢 此类的这种拖船 一个呢 把我的卫星呢 躲开 躲开别人攻击 另外呢 抓住别人的卫星呢 给他的卫星呢 拖到这个扔沟里去 他说这意思啊 那么美国太空军战略呢 利用私营公司的战术和服务 来提升的军事能力 其中一项受欢迎的内容呢 就是计划 让外部公司参与到战争模拟 以平均的美军的这种能力 那五角道楼官员呢 经常称 俄罗斯和中国是美国在太空的 主要竞争对手 就公开这么说 这我就敌对国家啊 那中国称呢 实践了21号卫星呢 具有清理太空碎片的能力 他说我做这个 是为了清理太空碎片的 但是美国的情报和军事官员 已经注意到 中国的这个所谓的 时间21号卫星啊 实际上它在干什么 它移动了一颗呢 废弃的中国导航卫星 就原先不要了 不想能能开了 他说这有个问题 就是说你今天能把这个废弃点弄开 明天就能把我那个煤废弃点 一个我能开 所以你这个是属于叫 是武器卫星 那俄罗斯的天机核装置呢 威胁美国在这个 第一地球轨道上的这种地位 引爆这种武器呢 会对已经部署的卫星造成损害 并且呢几乎使这个禁地轨道 在一年或者更长时间内 无法使用 这个挺厉害的 但是呢 这不是说就武器卫 就非常开放的 就公开公开这么说 然后公开说呢 我们要搞什么搞什么搞什么 但是呢 记者也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说武器卫星的这种开放态度 实际上是有一定限度的 它只是针对中国搞了什么 俄罗斯搞了什么 我们要干什么 我们怎么去支援他们 对不对 在最近的一次行业聚会上 有记者就问了 问了这个美国空间机的这个负责人 说呢 说你们啊天天在谈论中国俄罗斯 都在增加呢 打击美国卫星的能力 但是呢 你们很少谈论 其实是美国一直在增加呢 打击俄罗斯和中国太空自然的能力 然后别人可能是不得不应对 对不对 就是根本在你这儿 然后是你先要去搞太空军 人家不得不跟人来了 然后你说人家上来之后 你要再搞 对不对 然后就问那对此你自合回答 你不是要公开吗 你不是要开放态度吗 然后美国要达到官员回答很简短 他说 That's something we cannot talk 这什么 那是一些我们不能说的 这事说不了 不能说 不能说这事 这事不能说 好吧 反正美容媒体挺有意思的 到最后给你来了一句这 不管怎么着 准备吧 你看我们讲温铁军对谈卢七元 对不对 温铁军就是非常的悲观 他认为中美看来这场战争可能不可避免 就冷战 最后到了金融战 最后恐怕的就要打一打 当然他认为有可能是个代理人战争 但现在你看美国这个意思 对不对 最近这个意思 他好像想的就是 不仅仅是代理人战争 是吧 这都是这个 华日纽约时报最近这些报道都是吧 所以美军不管怎么着 他最好他的军事将领 从头一说 我立军 让我发展我的军事能力 军事设备 我的目的就是为了对抗中国和俄罗斯 直接给你挑明了 我都不藏着不掖着 甚至连一个就是代称都没有 对不对 都没有 所以呢 看看吧 看看吧 看看最后能打成什么样 好不好 但是反正我觉得南海这会儿必有一战 反正不是跟菲律宾 就是跟台湾 然后就是看美军的参与程度 好吧 那这期先讲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